大家好,我叫安娜,我是巴拿马人,我很高兴参加汉月桥比赛。 在巴拿马,我有机会认识很多会说中文的朋友,他们出生在巴拿马,但他们的经济来自中国。 他们教了我很多中国文化,也鼓励我继续学习韩语。 我们一起去制火锅和珍珠奶茶。 他们给我推荐了很多中国的电视剧。 我还喜欢听中文歌,喜欢唱卡拉OK。 我最喜欢的是《猫不意的钱》和《铺术的平凡之路》。 中文对我来说是一门难学的语言。 它不像西班牙语那样简单。 汉字很复杂,声调也不容易掌握。 不像西班牙语那样简单。 我愿意经历这样的旅程。 学习韩语可以打开更加广告直接的大门。 语言至于不同文化交流的脚梁。 这是普科夫人的事实。 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把中文做为我的第三语言。 我正在学习韩语。 因为我的目标是 获得奖学进去中国广度学位。 这是继续学习韩语的好机会。 也是感受美丽的中国文化的好机会。 相信这样,我一定能用流利的韩语和中国朋友们交流。 感谢韩语桥比赛隔了我这次机会。 让我获得不一样的学习体验。 积累了知识和经验。 让我立我的目标更进一步。 谢谢大家!